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是面条都可以 好 所以是什么 做这个basta的一个机器 是不是 比如说 nose escribir a máquina 看这个词字 a máquina 也就是说 它不会写 不会怎么 在机器上写 在机器上写 就是打字 它不会打字 再看一个 se puede lavar a máquina 它可以 可以机器 就是用机器 是不是 a máquina 我想拉住这个 a 这个介绍 a máquina 就在机器上面 在机器上做 是不是 好 a máquina 没什么话讲的 下面 bascal 这也是个词 反正是帕斯卡这个人 帕斯卡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 大概看一下 说1632年 他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数学家 帕斯卡 发明了第一台 加减法计算机 跟我们现在的计算机不一样 它是 真的是算术的机器 看 它是利用 齿轮转动的原理 制作成了 一个机械式的计算器 并且通过手摇的方式计算 然后呢 大家如果想看 暂停自己看一下 我就不念了 总之 我们本篇课文 就是介绍这个帕斯卡的这个计算的机器的一个小故事 好 我们下面看下一个词啊 叫 Cerebro Cerebro 大脑 大脑 比如我们说 Lavar 什么 洗 那什么 Lavarle el cerebro a alguien 什么意思 洗脑 是不是 洗脑的意思 Cerebro Cerebro 又比如 es lo humano ves a alrededor de 这些千克 就不念了 就是什么 人脑 怎么样 重 约什么 一点四千克 就是细语中这个点和我们点和多号的用法跟中文正好反过来 是不是 我们中文是用这个什么 我们中文不是用那个点表示小说点吗 它们用多号表示小说点哈 好嘞 那么下面 Electronico Electronica 表示电子的 电子的 Electronico Electronica 为什么 因为来到这个词 Electron Electron 电子 是不是 好 电子的和电子 比如说 Aparado Electronico 电子设备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的手机 你的iPad 你的这个什么 包括你的智能手表 什么 都可以叫 Aparado Electronico 当然可以直接叫它们Aparado也可以 Aparado Electronico 这个翻译过来电子设备可能很奇怪 但是使你的什么 手机 电脑 这些都叫电子设备 就是电子的 Electronico Electronica 电子的 那么Electron 电子 我们来看它的定义 来学些词 Particula 什么意思 威力 是不是 威力 微小的颗粒 然后怎么样 Se encuentra 在哪儿呢 Arredor de 在哪儿呢 Nucleo Nucleo 什么核呗 原子核是不是 Del Atomo 原子 是不是 Ique 什么 Tiene carga Electrica Electrico Electrica 什么 电的 这个不是电子的 这是电的 所以什么意思 Negativa 负的 负的电的 这个 可以 负载 反正你发现负电性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我们电子的定义 是不是 就是原子核 周围 那个 带有负电性的 这个威力 是不是 就是Electron 电子 这种词 Electron Electron 这个更常用一点 下面 Galcular 计算 但是还有别的意思 我们常语词汇 再来看 下面 Fase Fase 本文中呢 是指的是查的那个月象 就是应该是月亮 那个阴晴圆圈 那个变化吧 当然更常用的是阶段的意思 是不是 我们到了哪个阶段 是不是 比如说 Ya superara Esa fase 什么 它马上就要克服 或者将要克服 这个阶段了 这个阶段了 那个阶段了 比如La fase previa del torneo 这个previo 是一个形容词 形容词是什么 什么 torneo 比赛之前的阶段 是不是 比赛之前的一个阶段 比如 Está todavía en fase de negociación en fase de 什么 在什么什么阶段 是不是 也就是说 是在什么 还 仍在什么 协商阶段 仍在协商阶段 好 下面 Regla Regla 尺子 或者是规则 尺子 或者是规则 对 比如说 Todo está en regla 什么 所有都在规则里面 所有都 尽然有序 尽然有序 下面 Combás Combás 原规 罗盘 当然还有结派的意思 意思是不太一样 三个意思是不太一样 好 Combás 原规 罗盘 结派 我们讲结派 比如说 Marcar el Combás 什么意思 打结派 打拍子 而 llevar el Combás 带着这个拍子 什么意思 保持一个节拍 保持一个节拍 Combás 我们课文中看到这个词 下面 Fenicio Fenicia Fenicida 好 那么 为什么 来自Fenicia 来自Fenici 这个地方 是不是 这个就课文中一笔带过的一个地方 Fenicio 什么是哪儿啊 是一个 antiguo estado de del sudeste de Asia 什么呀 亚洲的西南部的一个古老的一个国家 好吧 Fenicio Fenicia 好 下一个词是 Florecer Florecer 那这个词跟哪个词有关不用我说了吧 因为是 Flore 是不是 Flore 花 啊 注意Flore的音性啊 不要再重复了 啊 Florecer 开花繁荣 是不是 自然而然这个含义 比如说 el almendro almendro是那种扁桃树 就是某种树盘 这是应该是扁桃树 嗯 怎么呢 Florece en pleno inverno 这句话还挺多可讲的 是不是 Florece 开花不用我说了吧 就是他在东西开花 那么en pleno 什么什么什么 表示正值什么时候 就正在那个过程中 可以是 em em pleno 什么什么 比如inverno 是不是 当然那个em plena也没问题啊 或者plenos plenas 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你就跟他后面那个词变就可以了 都表示正值什么时候 正在那个什么时候的意思啊 好 下面la construcción de catedrales florece en el siglo pasado 什么呀 对这个教堂这种大教堂的建设 怎么样 是在上司机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繁荣的 可以开花的繁荣嘛 繁荣是不是啊 比如 en negocio está floreciendo 什么也是 商业呢 十分的兴旺 是不是 总之这个florecer 开花的本意 是不是 繁荣也引申出来一个意思哈 下面 equilibrio equilibrio 平衡平衡 平衡啊 平衡啊 比如说 la balanza está en equilibrio balanza 称天平都可以哈 称或天平是不是啊 怎么样 平就是平衡了平衡是不是 比如equilibrio entre la oferta y la demanda 那猜得猜得出来是不是 什么平衡啊 供求的平衡 供需平衡嘛 啊 是这个吧 可是这个供给和这个需求嘛 是不是 的一个equilibrio equilibrio 平衡 平衡 那么 perdiou 或者 perder 是不是 el equilibrio 什么 失去平衡 那么mande nele mande duro 注意过去是一个变化特殊啊 mande nele el equilibrio 什么呀 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是不是 失去平衡 保持平衡 哈 好 下面 en estado de equilibrio 什么呀 estado 状态 什么状态 平衡的状态 是不是 都是equilibrio equilibrio 平衡啊 而动词我们这开例子吧 啊 比如para equilibrar equilibrar 是不是 动词是平衡 也就是使这个称平衡 是不是 equilibrar la balanza 是平衡 是平衡 再比如para equilibrar las fuerzas de los partidos 什么 会让各党派的力量怎么样 平衡 平衡 是不是 equilibrar 是平衡 名词equilibrio 平衡的意思啊 平衡的含义 下面 p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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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本课里面是称作法码的意思 看下就好 balanza 天平和称 我们刚刚已经见过了 下面 deorema deorema表示 原理 定理啊 比如说 la formulación de deoremas es característica de la matemática griega 什么 formulación 就是提出或者制定嘛 制定什么 制定就是原理定理 是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啊 是希腊数学的 他们这个特点啊 就喜欢做原理出来啊 比如说 deorema de Pythagoras 它的Pythagoras定理啊 就是我们的狗狗定理 就是这个东西 deorema deorema 我们放到中国就是狗狗定理啊 它那边叫什么 Pythagoras 是吧 deorema 原理定理 Circulo Circulo 圆 不得说了 Avago Avago 算盘 算盘 Methodico Methodica 这个词是不是跟methodo有点像的感觉 行 我又不知道有没有联系啊 反正有条理的 有条理的 比如说 Isa una exposición metódica y completa de su trabajo 什么呀 对他的这个工作做了一个什么 有条理的 且完整的一个展示 是不是 Una exposición metódica Methodica 有条理的 下面 Era un hombre metódico Austero y viadoso 什么呀 这是一个男人 什么男人呢 Methodico 我们说有条理的 紧紧有条的一个人 是不是 Austero 表示简朴的 Biadoso 仁慈的慈善的 就是善心的那种感觉 又跑别了 所以回到我们这个词 Methodico Methodica 有条理的 有条理的 是不是 可以代表是东西 可以代表人的性格 也可以 下面 Bereficcionale Bereficcionale 这个词 是不是 你看Berefeito 是不是 来自这个词 是不是 是完善 是完善 这个词很常用 我们一会立即会看到 我们先来看 首先这个词什么意思 叫 Dar el mayor grado 或者怎么样 Bereficcionale su inglese 这个东西翻译完善 是不是不太好 其实就是我们中文所说的提高话的英语水平 是不是 提高语言水平 就是 假如比如你 将来你说 我要去 比如西法亚留学 来提高我的西语水平 你可以 你可以说 Quiero estudiar en España para perfeccionar mi español 是不是 就是他们一般不会说什么 mejorar 就比如提高自己的西语 他们一般不会说mejorar 什么呢 就是 Berefeccionar 这个词更常用一点 Berefeccionar 好 我就想说这个点 好 继续看 Berefeccionar algunos procedimientos Technicos Procedimiento 主要是过程程序 而是程序这个意思 包括我们说的 日常中说的那个 速送也是这个Procedimiento 速送程序 是不是 是这种感觉 所以什么 改善 使完善 改良一些什么 技术的这个程序 改善技术程序 名词 是这个动词的名词 就是使完善 这含义上面的动词是什么呢 是Berefeccionamiento Berefeccionamiento 表示完善 就是继承这个意思的名词 好 Berefeccionar 记住 使完善 使完善 是提高的意思 好 下面一个动词叫 Posibilidad Posible 是不是 是有 就是Posible 那么动词是什么 使有可能的 是不是 使变的 Posible 是吧 比如说 La organización que posibiliza estos contactos 什么 这个组织怎么样 使什么变成可能 使这些 contacto 变成了 Posible 是不是 Posibilidad 使这个会面 结束变成可能的事情 比如说 Sugestion Posibilito La realización De este encuentro 本次会面 是不是 也是 他的这个努力 他的这个作为 付出 是不是 使这个会面的 这个实现 成为了 可能 Posibilidad 是变得可能 是有可能 A medida que 一个小次座 随着 随着 有点 类似于 guando 它更有这种 随着的意思 是不是 就是 开的一句就行了 比如说 A medida que va pasando el tiempo 然后怎么样 uno se va adaptando 随着什么 随着这个 diempo pasar 随着这个 时间流逝 怎么呢 一个人会 慢慢的 适应 是不是 一个人会 慢慢的 适应 起来 下面 A medida que se acercaba la fecha se ponía más y más nervioso 是不是 随着什么呀 这个日期的 他这个临近 那么他呢 ponerse 可以是不是 后悔一下形容词 表示一个状态 是不是 他怎么样 他的状态 就慢慢的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紧张 是不是 也是 A medida que 表示随着 随着哈 下面 A medida que la fue conociendo se fue desengañando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越认识他 越失望 越来越失望 就是这个随着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不是 你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用了这个 这个 baba pasando 包括这个 fue conociendo 看到这种 付动词的形式 这里面也是一点点靠近 是不是 就有一点 这个含义在里面 哈 所以跟那个 光动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 是不是 下面 estensio estensia 表示广阔 广泛 广泛广泛 啊 比如说 un territorio estensio 什么 一个领土 广泛的领土 啊 比如una estensia 天哪 天哪 还挺常见的啊 平 不是挡住了啊 天哪 啊 平原这个词 还挺常见的 有很多 外国家 他们都有 那种大的平原 是不是 天哪 是不是 啊 啊 所以这个词 estensio 那比如说 estensia bibliografia 这bibliografia 这个词啊 如果是你是学生的话 可能很常用这个词啊 因为写论文的时候 是不是老时候给你一个 让你要求写bibliografia 是吧 就是很多参考书目 很多书目 是不是 好 estensio estensia 广阔广泛 形容词啊 嗯 下面 suma 加法 我们一刻 因为不是要讲计算器嘛 那肯定要讲 讲加减乘除 是吧 从家开始看起 suma 加法 或者是加和 这个和的意思啊 比如说 agamos la summa de todo lo que hemos gastado 说什么 我们把所有花的钱都怎么样 hacer la summa 是不是 做一个加和 做一个总和啊 好 比如 la summa de estos incidentes 那这个里面的suma 什么 意思有点变化 是不是 就是所有事件的加和 或者结合 是不是 组合在一块 这就不是那个 加法的加的意思啊 动词 sumar sumar 加上 比如说 deciocho y quince suma treinta y tres 18那是5等于13等于33 是吧 比如 sumaron su voz a la protesta 或者把他的这个声音 或者把他 可能不止是物理的声音 可能就是他的看法 他的想法怎么样 或者把他们的看法怎么样 加入到这个 protesta里面 把他加入抗议里面 是不是跟那个 anadira有点像 那个意思是不是 好 加法 加上 下面一个词是 la volioso la voliosa 勤劳的 或者是费力的 两个意思不太一样 比如说 el hombre la volioso 很简单 一个人十分的勤劳 是不是 一个十分勤劳的一个人 而下面我们看 a proceso a proceso de fabricación 生产的过程 什么呢 de un la bit 生产铅笔的过程 怎么样 是la volioso de ejecutar 其实这个生产铅笔的过程 实施起来 是非常费力的 实施起来 非常费力 la volioso 这里面是费力的意思 跟其劳的意思 两个意思 la volioso la voliosa 都是跟我们的劳动 la volo 这个词在一块 联系起来 是不是 注意那个la volo 这个劳动 这个词是阴性名词 好